中国好生因近日深陷风波 除了李文生前的控诉因党曝光 还被爆出超多黑幕 说只要给钱就能买导师一个转身和名次 引起外界强烈塌伐 节目也因此宣布停播将接受调查 正当大家以为他们是受到舆论压力才停播 没想到网上就有知情人士爆料 节目真正停播的理由 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而是担任导师的周华健 谈谈薛之谦避满节目组的所作所为 因此坚持退出 就算提高酬劳还是不录 才导致节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事实上薛之谦之前才传出 遗憾使中国好生因有内幕 和节目组闹得不愉快 导致他在早期播出的节目里 被删了不少镜头 但是网友对他传出不录的行为 并不感到意外 不过周华健在风波爆出后 就曾传出退出消息 但已被经纪人否认 到底真相如何 大家都好想知道啊